怎么煎鸡蛋不粘锅 做鸡蛋的时候让煎鸡蛋不粘锅的步骤是 首先等到锅烧得很热之后放少许的油 而后再放一些盐 平常很多人煎鸡蛋的时候都是习惯将油烧热之后 直接就将鸡蛋倒进锅里 但是这样不是太好 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倒得油花四溅 就很容易将鸡蛋弄糊了 所以平常在做煎鸡蛋的时候 就习惯先在锅里放一些冷油 放一点点油就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 而我们在煎蛋的时候 等到蛋黄稍微凝固的时候 就浇上一些冷开水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够让煎出来的蛋嫩一些 除此之外最好选择平底锅做煎鸡蛋 这样不仅不容易粘锅 做出来的煎鸡蛋也比较美观